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兵 这一期呢,我来到了立湾区的冯源路 来冯源路这边主要是想去一家烧腊店买烧腊的 这家烧腊店呢,是1980年创立的 那么至今已经有42年的历史了 是一间真正的老字号 在立湾区也加户愈小了 广州虽然说已经恢复糖食 但是在疫情方面,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这一次,我特意提早了过来 大概上午11点左右吧 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也看到好几个人在排队了 看到这里,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是哪家烧腊店了 没错,今天要来打卡的就是这一家旺季烧腊 旺季也是一家难得的老字号 怎么说呢? 生意一直很火爆 但是创立至今,一直都没有开分店 目前仅有冯源路一家店 这里还贴出了疫情防控的要求 来这里买匈牙,想装或者下装 大分或者小分都可以自己选择 广东人就特别喜欢吃烧腊的 特别在广州 隔三差五的就会买烧腊来吃 这边的阿姨服务态度非常好 不知道附近有些路就烧腊店 服务态度全都包 好像人家欠了他什么 忘记除了烧鸵 另外烧鸭叉烧 还有老水出品都不错 有时候斩大小小的 师傅都会先跟你确扬一下 听过阿姨说话是不是很有趣呢? 大家有没有听到 衣服没太多 烧鸭的 不是我够说的 之前拍陈某沙拉店的视频 有的朋友就留言说 所有老赵沙拉店服务态度都跟他一样的了 很正常 但我想说并不是这样子好吧 他不能代表广州烧腊 他只能代表他自己 甚至有的朋友说 人家又不缺我一个客人 那我想说的是 广州缺他一家烧腊店吗 享受美食也得看心情 如果你受了一肚子的气 你还能吃得下吗? 抓牙脖老个肥啊 抓牙脏老个肥啊 是 抓牙脖 抓牙脏 到10个了 5、3、4、5、6、7、8、9、10 10个 910个 更连接 5、4、5、6、8、9、10 5、4、5、5、6、6、8、9、10 可以可以 这边的砍料师傅在砍之前呢 也会跟你再次确认 留个笔给我两袋 而且你们能看到砍料师傅也是戴了手套 所以在砍料方面呢 做得挺卫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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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带着笔 老大小小了 大小小了 哎呀 终于是个笔 这个阿姨真的太可爱了 打开你 打开你 好啊 打开 好啊 好啊 我终于是你这个熟熬 买了烧鸭之后呢 我就到国强这边找个地方用餐 国强呢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以前老师好 在粗品方面都是挺地道的 我特别爱吃他们家的干肠牛河 你们看一下旺季给你打包的严严实实的 旺季烧鸭到现在的话已经有42年的历史了 买烧鸭会给你配两袋酱汁 一袋是烧鸭汁 另外一袋呢则是酸梅酱 让朋友们看一下他们家的烧鸭出品吧 你们看烤得多好啊 外皮烤得色彩金黄 油光发亮的 这火候掌握得一级棒啊 特意让师傅给我留了一个鸭腿 你们从四分钟都可以带得出 这个烧鸭在手的好凉 这个烧鸭皮非常好香脆 鸭面点肉呢 转手起好多污水 烧鸭的皮和肉汁之间呢 又没有过多的脂肪 从视频中朋友们可以看得出来 真是肉眼可切的酥脆 对于旺季除了烧鸭和卤水 烧鸭的出品也是非常的棒 你们看一下里面的肉 还是保留了一种粉嫩的状态 汁水冲盈 淋上他们家配的烧鸭汁 味道就更加的棒 另外配的酸梅酱 个人就不建议加到烧鸭里面去了 太多酸梅酱的话 就会把烧鸭本来的味道给盖住了 你们再看一下旺季做事也是很地道的 买一份烧鸭仅仅给你打了三块脖子 好不好 大家不是有目共睹吗 广州恢复唐食的第一天 买了旺季的烧鸭 加上国强的干炒牛盒 再配上一瓶冰镇的可乐 又是满足的一天 我是大兵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别忘了加个关注 评论转发点赞收